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名字翻译过来有点复杂 实际上简单来说就是对这个图片进行一个局部的修改 大家看下面这个示例 首先这是一个人 大家看这个每张脸其实都不是太一样 他会对你选中的区域进行一个重新绘制 变成一个新的图像 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他是局部修复的 还是比较有用的一个项目 我们这些就不看了 只要看项目 今天这个包呢是16.6 也不算太大 这个大家自己下 那么下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这边点这个启动 这个稍等一下 这个模型稍微有一点大 模型都在这 大家想看的话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然后我们稍等一下 他这个结果 好,这边启动了 点一下 这个是他的使用界面 这个界面呢也比较简洁 下面这些选项呢 基本上默认就可以了 也不用大家去调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是两大类型的例子 实际上他这个项目呢应该是两个功能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图片的局部重绘 或者叫局部修复都可以 那么第二个功能呢也是比较长远的功能 叫超级分辨率嘛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对图片呢可以把它的分辨率放大 然后变成高清的 叫这种的 那么他是一个比较小的图片 然后这边啊我们就用他这个例子嘛 这样一个例子 他这个例子呢这个图片呢本身的分辨率比较低 如果放大之后呢就变模糊了 那我们可以点这个按钮 然后让他来进行这个图片的高清放大 就这么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说实话不好用 因为我这边试点一下了 他这个对资源的占用比较高 这么一个小小的图片可能得实际20分钟 然后才能跑下来这个功能 所以说其实这个功能挺鸡肋的 假如说大家需要这个高清放大的话 我这边呢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呢也是我日常比较常用的 就这个工具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非常的好用 就这么一个东西特别简洁啊 比如说我给大家做个例子 好我们就这张图是吧 然后呢这个直接选中之后呢 这些东西都不用管 他这边虽然说是有一些选项 但是基本上呢不需要去调整 这边图片放大倍数对吧 然后选择你的输出元件加 直接点开始就行 这个速度非常的快 哪怕这个图片本身比较大 那么他扩大到四倍之后呢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 非常好的一个工具 大家看到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图片分辨率方面的要求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啊 这些工具的话我也同步传给大家 然后我们回到正题 今天的主要内容 对这个图片进行修复 大家看这个例子啊 这边呢他用这个笔 这边有一个这个画笔 画笔工具 图了四个区域 那么这四个区域呢就会进行一个修改 大家看这边呢有一个提示词对吧 就这个词呢我试了一下 大家没必要自己去创造 他那边给了三个例子啊 那么三个例子呢给了三种这个提示词的用法 实际上大家就重复去使用就可以了 只不过是把这个名词去改一下 比如说你这边房子 那你就house对吧 然后如果是别的建筑的话 那么就相应去改一下就可以了 他这个提示词的这个使用还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开始 那么这样他就会对这个四个区域呢 进行一个重绘 我们稍微等一下这个重绘的结果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好这边出来了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圆图 圆图他这边有个橡皮 把它擦掉就行了 放大一点 大家看圆图是这样的 那么他把四个选中的区域 就四个窗户的位置吧 进行了一个重绘 绘出来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说你想指定某一个效果 那么这边呢 是需要在后面写的更详细一些 那么这个 他这个第二个例子 也给我们说明的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把整张脸的造起来 那么根据提示词呢 他就是对这个整张脸进行一个重绘 那么下面还有第三个例子 这个第三个例子呢 就又要更细一些 他这边乱七八糟画了很多 但是实际上呢 因为他这边指向的这个内容是眼睛 那么最终效果出来之后呢 就是这边他乱七八糟画的这些呢 就效果就很明显啊 基本上没效果 那么唯有这个眼睛这边呢 效果比较明显些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指定某一个部位的话 那么后面是需要写的稍微详细一些 他这边三个例子呢 分别给了三种这个情况 给它是比较全的 那么我们就拿这个第二个啊 给大家做个演示 当然呢 我们这个换一张这个图啊 我们用自己的图片来给大家做个演示 然后呢 我们也是对整张脸进行一个替换 勾一下 这个再大点吧 大点好画 从这个地方开始 眉毛也给画了 好 来涂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整张脸都选中了 这边稍微出来就没事 边界出来一点就没事 这个提示程度我们就不改了啊 就是脸部进行重绘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这个我们同样的啊 稍等一下 最后看一下结果 好出来了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了是吧 我们这个重绘的结果呢 其实是有点出乎了我的意料 因为我之前试了很多次 像这种风格的还是第一次见 不过看起来还行 这个是不同风格的一种图片 行 基本就这样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试啊 其实这个提示词呢 咱们三个例子啊 其实他说的很明白了 如果说你这个想细化某一个部位的话 需要写的稍微详细一些 大家拜拜